欢迎大家再度收看 麻辣新闻网 我是渔夫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知道最近呢 有许多这种江湖上的大哥级的人物 已经开始投入这个今年的立委选战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论就是 台湾的黑朝政治 也就是所谓的黑道 来涉入这个整个的参政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来宾 都是非常这个有名的 非常这个麻辣的人物 第一位呢是葛树仁 他是时报周刊的企划组主任 他呢过去呢 对这个社会的新闻 他有非常深入的报道 他是一位资深的社会记者 对帮派的动向也非常的了解 那么第二位呢是蔡冠伦先生 那么蔡先生呢我们知道呢 他现在目前是冠伦企业董事长 但是呢 我想很多人知道 他跟四海邦的关系啊 非常的密切 那么第三位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江南岸的主角之一 那么这位先生就是张安乐先生 他的外号白狼 我相信他的这个鼎鼎大名已经是撼动江湖 那么第三位呢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呢 那么这一位呢是林建龙教授 他过去呢曾经两次这个流氓这个甲级流氓管训 但是呢后来在狱中呢因为他的这个努力读书 后来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拿到了这个英美文学博士 目前在东东大学教授这个英美文学同时 他也是一位诗人 所以非常的传奇 OK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看开始之前呢 我们呢照样的还是要看看 许久金呢给我报报这一个礼拜 给我们什么样的麻辣新闻 观众大家好 我是给我报报的许久金 很高兴呢又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啾啾 首先呢让我们向这个生产畜牧飼料的这个 立安公司致敬 这家公司呢把给畜生吃的这些这个飼料呢 改变包装之后呢 当做健康食品出售 结果想不到广受欢迎 那这件新闻呢 这个新闻在台湾呢引起很大的震撼 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包装成健康食品来卖 这种理念呢 其实跟狗包包是有型一样的 狗包包呢习惯把这个 乱七八糟的新闻呢 包装之后呢当做精神食粮呢 在这里就送给大家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呢 向立安公司呢 以及负责 以这个老鼠汇方式 指向那些飼料的这个保立安公司呢 里面的这个相关人员致敬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国的 人是你整合 你知不知道 监察院长也是这个参选总统的热门人选 陈吕安呢 前阵子终于和这个总统府执政 林安港见面 密谈了二十分钟 然后呢双方各自开了一个记者会 陈吕安在记者会上表示呢 他建议林安港不要离开国民党 留在党内 以这个实敏感的道德感呢 要把国民党领到一个全新正确的方向 那陈吕安自己离开国民党 却要林安港留在国民党 一般相信他的这个灵感呢 来自他的这个儿子陈宇婷 陈宇婷三年之前呢 和另外七位出家人呢 一起在这个林泉寺 违决法师座下呢 剃度出家 法号呢是建安 可是前阵子呢 建安他离开了这个林泉寺 还俗 其他人呢 则还是留在这个林泉寺里面 大家一起为这个弘扬 这个佛法呢 那个努力 可见呢 不论是修行呢 或者是选举 总是有些人适合离开 有些人适合留下来 大家一起奋斗嘛 里内外合 这样才更容易成功 陈吕婷谈呢 谈了二十分钟 这个陈吕安除了劝林安港 留在国民党之外呢 他同时也劝徐九金 留在麻辣新闻网 继续为提升台湾的这个新闻品质而努力 徐九金 最近那不是我吗 陈院长要我留在麻辣新闻网 那是当然的事情 我一定留在这个麻辣新闻网 我们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新闻呢 略尽绵薄之力 当然这样子呢 也不辜负这个陈院长跟这个林执政之间的这个陈林会谈 哎呦 又是什么 是什么新闻呢 嘿嘿嘿嘿嘿我就知道 不许动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东西 好 我们这边有个新闻快报 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呢 总统府执政的林安港表示呢 他竞选总统的决心还是没有改变 那另外 他跟这个陈旅安合作的这个诚意呢 也还是没有改变 林先生这个爱心跟这个耐心呢 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第一届全国这个建筑会议呢 日前在台北市召开 李登辉总统跟联战院 跟联战院长呢 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国票弊案发生之前 哎 这个中文导的是不是有什么象征呢 那个国票弊案才发生之前呢 他们才卖出2000万这个国票股票 准备买新房子的这个联战院长呢 在会场呢 受到很多建筑师的欢迎 大家都想解释他 因为那个在建筑业 这个不景气的时候 如果能够拉拉关系 认识这个联院长 能够假如能够包下他们这个新房子 这个厕所啊 或者厨房啊 或者卧室的这个改建工程呢 相信对于经济都是 自己的经济啊 都是不无小不无的啊 哎 又来了 哎 不必啊 谢谢 我就知道 又是一个新闻 又是一个新闻快报 最新的这个消息呢 国民党这个非主流派 跟这个新党呢 对于撮合 这个陈旅安跟林阳港 这个搭档 这个竞选的新意呢 还是没有改变 这些人的爱心跟耐心呢 当然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前阵子呢 陈旅安院长指出 一些支持他的这个 协计人士呢 遭到调查局人员的这个约谈 这个指控呢 立刻引起了这个非常大的风波 针对这个指控呢 调查局本部也马上发出指示 要求所属人员签立切结书 保证这个行政中立 依法办案 给我包包 透过这个特殊的管道 搞到了一份这个切结书 有意思的是 这份切结书呢 跟给我包包内部的一份 这个同仁之间借钱 一定要还的切结书呢 长得还真有点类似 现在呢 就让我们看看这两份切结书 看看 这一份呢 是调查局 他行政中立 这个依法办案的切结书 你这样签了之后呢 这个调查员都很高兴 因为不必再去接一些的 不应该这个 不应该接的这个案子 那这一份呢 是给我包包 给我包包这个同仁之间 借钱要还的切结书 你这样签认之后呢 你看出来 同仁之间好像都不太高兴 又有一份 谁跟你说是信用快报的 不要自作聪明好不好 OK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通知 有谁在台北市新生南路 新生南路跟这个新益路口 假如掉了一份 掉了50块钱现钞的话 麻烦你这个 在我节目完了之后呢 到这里来认领 50块钱现钞 今天是中秋节 相信大家到现在为止呢 都已经吃了不少月饼 市面上的月饼呢 这个种类很多 如果消费者呢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买错月饼 给我包包 今天就在节目的最后呢 为大家介绍 辨试月饼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 月饼里面呢 都有包东西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买的月饼 对不对 我想 或者是合不合自己的口味呢 就要看这个月饼里面 这个包的东西呢 到底是什么 例如说 我们来看 例如说这个月饼 看包什么东西 这个月饼 你看 里面是有包东西 这个月饼里面包的东西 它上面写 8月15 撒答字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月饼呢 是元朝末年的这个月饼 就是说 元朝末年 这味道你闻得出来 这个时代非常的久远了 这是元朝末年的月饼 那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这一个 OK 我们再看看这一个 哎呦 你看 又一个纸条掉出来了 这个纸条上面是说 杀 杀李登辉以泄国人 他说一定是 我想应该是了 这个新同盟会 这个人 开的月饼店 做的月饼 不过如果你支持李登辉 这个这几年来 这个本土政策的话 我想吃这个月饼的话 一定是打肚子 我们再看几个月饼 好不好 这个月饼 你看 切开来看看 哎呦 又是一个纸条 这个纸条上面写着 六四屠杀 写在雪环 这一定是大陆进口的月饼 这边还有一个月饼 看看 月饼这个纸条在里面 勤到吃死方为真 不用讲 这个是林家饼铺的饼 好不好 这个呢 看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东西在里面 这个又有一个饼 又是一个纸条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加一饼 地上饼 不用讲 这一定是那个前阵子 牵涉的这个 彰化私信案子那位 叶川水先生 他做的饼 因为做饼呢 我用公款 结果被抓起来了 反正呢 月饼包的东西呢 形形色色 如果你不想吃错月饼 这个拉肚子的话呢 最好在吃月饼之前 好好检查一下 它包的东西 最后呢 我在这里祝大家秋节快乐 我是给我爸爸的徐秋金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秋金啊 这么多的月饼 你喜欢吃哪一个啊 哪一种啊 我喜欢 我喜欢吃双黄的 就是 任何双 任何双黄 年龙双黄啊 豆沙双黄 双黄就好 月黄越好 月黄越好 我喜欢吃月黄越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 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我们第一个问题 要请教葛书仁先生 就是说 黑道呢 到底它有没有能力治国 或者是说 黑道治国 有没有可能 在历史上有没有可能 您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台湾的帮派 这么了解 您觉得呢 在目前来说 我觉得黑道治国就跟 如果您问我说 冯光源会不会当你总统一样 这是没有答案的 是 与其说黑道能不能治国 我们应该说 黑道它有没有 有能力去治国 在我的采访 这么多道上兄弟 或者说 在我跟帮派的兄弟 这么深 这么长时间的交往来说 我觉得 治国大概还是一段 蛮遥远的距离 如果说黑道兄弟 能不能参政 也许可能性还比较大 事实上 很多兄弟现在都在参政了 如果说 以治国 他们有治国的能力 跟治国理念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还是一段距离 以目前来说 我觉得不可能 觉得不可能 是 那么蔡先生您觉得呢 我想 首先我们要把兄弟 和黑道的这个定义 给他区分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兄弟 什么叫做黑道 而真正的一般黑道 那就是说 见不得人的 比如说 小偷 强盗 这种强暴犯 甚至这种鸡女 这种我们才称之为黑道 那么兄弟 他不是一个 一个做威费坐宅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我们国民党的前身 新中会 同盟会 也算是兄弟的一种 我们先总统 蒋公 他也是 那时候也是 青帮的一员 可是他治国 可是治得好得很 他领导我们抗战 剿匪 对不对 在台湾这么大的建设 所以 您的意思是说 青帮 鸿门 这个算不算黑道 他当然 假如说以帮派来算的话 他当然也是一个帮派了 但是他是不是黑道 他绝对不是黑道 因为他们不可能 他们纵容他们的兄弟 去偷窃 强盗 甚至做这种贩毒 这种为非坐宅的事情 任何一个帮派 都不可以纵容他们的兄弟 做这种事情 这是我们国内帮派 跟国外帮派 有最大的差别 就在这里 国外的帮派 他们就是像我们知道 像美国的 或者是哥伦比亚的 日本的 他们以贩毒 什么色情 这类为主 我们国内 怎么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您还没有讲到说 黑道大的 有没有能力来治国 我刚刚讲了 我们先总统讲公 他也算是在帮的 他也治过国 对不对 那能力治国就是说 看一个人的能力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能力 能力是包括什么呢 他本身的学识 他的魄力 他领导的能力 这种综合性加起来 才成为一个能力 而不是 也包括他的品德在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 否则的话 你任何人都可以说 我有能力 也可以说任何人都 被人家否定掉 否则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人出来竞争呢 那您的意思是 等于说如果把黑道 改成这个兄弟的定义的话 等于就是说像 因为总统讲公啦 国父啦 孙中山这个 都是出身青帮鸿门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事实上如果不要说 定义成黑道 而是定义成兄弟的话 等于就是说 他们也有治国的能力就是了 当然 他 我们不能抹黑他 是 对不对 他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领导人 是 OK 那么他或许 他因为志同道合的时候 他跟某些人 大家 成为某些的一个团体 那么大家 这个志同道合 那么成立了这个新东会 同盟会 推翻满清 各位 在那个时候满清政府这个时候 这个同盟会 新东会 这种帮派要杀头的 是 那个是要杀头 那是最大恶极的 要杀九祖子 所以您认为是有 还是有治国的能力 当然 不要是称他为黑道 而是一个帮派的 对 我们不能 因为黑道 我刚刚讲的 黑道就是什么 像妓女儿小偷 对不对 这种强盗 对不对 这种做件犯科的 这种才是真正的黑道 那我们想 这个张先生 您长期在这个国外 那么您呢 以这个 您观察这个美国 黑社会的这种帮派等等 那么您认为像这种 西方国家 有没有这种黑道参政 或者是治国的这种能力呢 是这样子 民主政治的大前提 是人脉跟金脉 谁有人脉 谁有金脉 谁就可以参政 谁就有这个 谁就有干政的可能 不管他是什么出身 美国的民主政治 有200多年历史了 是目前才成熟的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在19世纪的时候 暴力 暗杀 贿赂 公刑的 我们翻看美国历史 就知道 英国国会的眼镜 也是一样 那就像20世纪初期的时候 这样讲 像黑手党 当年他控制了民主党 在纽约州 跟马省的选票 党代表票 我们知道 20世纪上最有名的 美国总统叫 富兰克林 他当年 为了争取提名的时候 亲自去跟黑手党谈判 谈条件 黑手党把了 纽约跟马省的票给他 才能顺利的 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才有资格 连任了市任总统 所以 一个民主政治来讲 谁有人脉 谁有金脉 谁就可以参政 这跟黑不黑道 是两回事 这第一 第二 刚刚您提到 黑道问题 就是说 黑道就是什么东西 没有一个人下过定义 人云亦云 是 是对 我想这个黑道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后 我们请白狼 来帮我们解释 OK 欢迎再度回到 马拉雅新闻网现场 那么刚刚呢 这个白狼先生的特地呢 他认为呢 黑道呢 到底是什么 他要为我们解释 我们现在请这个白狼先生 您刚刚讲的所谓的 黑道到底是什么 黑道我觉得是因应亿云嘛 这个没有人 确实没有人下过定义 我问过人家 你为什么叫我们黑道 他说因为见不得人 所以黑道 我说那对不起 我今天做 一生做的事情 都见了人 也是有触犯法律 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 反而很多所谓的白狼人物 白天也许在立法院 也许在媒体上 对某些行为 口诛笔发 可是晚上 他可能做同样的勾单 他们可能应该略有黑道 按照你们黑道定义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 我觉得今天不要谈 黑道能不能参政 我想你们意思想 兄弟能不能参政 但是你要讲到 兄弟能不能参政 兄弟绝对可以参政 因为民主政治 谁有人脉 谁有经脉 谁就可以参政 这是第一 第二 兄弟一个很特殊的历练 因为你兄弟 你在那种 你要知道 要怎么样跟人家相处 法律没有给你权力的 前提下 你要怎么样来 带你下面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 领导统一的艺术 经过这个历练以后 我相信 如果他做一个领导阶级 他会更成熟 他知道不能乱讲话 均无心言 他知道 不会说讲一些 不经过大脑考虑的话 因为他如果是一群兄弟的大哥的话 他的话要对整个兄弟负责任 他知道 当他当了一国领袖以后 他更知道 他今天要为2100万人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 兄弟这个历练 对做一个领袖来讲的话 不管是一个公司的领袖 或者是一个政府的领袖 一个国家领袖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 所以兄弟绝对有这个参政 所以您认为是黑道或是兄弟 他是有这个执政的能力 就是有这个治国的能力 因人而异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最起码兄弟这个历练呢 对他之类是个证数 而不是负数 OK 好 谢谢您 那么林教授您认为 这刚刚的两位的讲法您觉得呢 我认为 我不想为那个黑道来做定义了 因为这涉及到权势的一个学问的问题 黑道两个字 我想名词是真是没有用的 因为一般人他心里会有一个认识 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识 为这个这句话来做定义 我想还是直接我来对 针对于乎的问题来做回答 你说黑道有没有能力治国 黑道治国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想在民奴的时代 不是民主 是民奴以民为奴的时代 专制时代就是 他是有可能的 而且事实上 有这种黑道治国的这种例子 你说在汉朝的话 这个汉高祖刘邦 对不对 刘邦是不是具有黑道的背景 我想这个也是 蔡先生已经讲明了 也是常识的问题 孙先生跟蒋先生的时代 蒋介石 他也是跟这个黑道 有很深的渊源 那么在民主的时代的话 我想就不是那个可不可能 或者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而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 因为所谓民主时代 它是人民要做主 人民要表达意愿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话 我想人民自然会用他的选票 他来决定 他要让什么样的一种人来参与政治 什么样的一种人来治国 我想这个是老百姓 存出一心的问题 包括这个黑道的定义 都是在人民投出选票的时候 来做出正确的定义 但是我主要的问题还是要问说 您认为像目前以台湾的目前情况来看 您认为黑道有没有执政的能力 在目前台湾 有没有治国的能力 我想在台湾目前的话 就像蔡先生刚刚在棚外 也讲过一句话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那么在台湾目前的情况的话 它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 也就是说 只要拥有一半的人口 它具有民主的素养的话 我想黑道参政 它的可能性就是大大降低了 那么相对的 黑道即使有能力的话 它也无法去治国 OK 好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政治 江湖也是大哥级的人物参政 那么他们参政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还有他们参政了以后 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程东豪有一段深入的报道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台湾近年来吹起了一股日本漫画的风潮 其中描写日本黑道与政治的盛唐教父 更是引发争议 甚至一度被查禁 同样在今年年底 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 也将上演一出台湾版的盛唐教父 一群曾经有流氓管区背景的候选人 构成今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中的政治会潮 这股政治会潮中 有争取原认的现任立法委员郭廷才 李明 世台生 也有兼取新加入立法院的蔡冠伦 罗夫柱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被外界视为台湾最大帮派 天道门精神领袖的罗夫柱 罗夫柱准备以武党节身份 在九月底十月初正式对外宣布参选 而四海邦则有蔡冠伦代表出马 我想年底的选举对我而言也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突破点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我也认识很多民意代表 这个 这些都不是军事 那么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实在是 比起我来他们实在是 不讲信用啊 不诚实啊 太太太多了 我认为他们顾忽了这么多选民对他们的这种希望 当然一个人的过去并不能以他的现在与未来划上等号 可是在过去三年中 具有黑色背景的立法委员始终是社会争论的焦点 就在七月中旬立法委员林明毅黄昭惠之间的冲突 使得具有黑色背景的立法委员 又再一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OK 我们呢刚刚已经看过了这个黑道参政的情况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请教蔡先生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黑道呢 他们很或者是说兄弟呢 他们去参政呢 是不是只为了漂白他以前做过的一些前科呢 您觉得呢 我想这个跟漂白毫无关系 一个人他做过什么事 都是大家都是有对他的 不会做过事情不会遗忘的 不管你今天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么你今天能够从参政的话 能够去参加这种选举的话 你的定位也是由各级选民来 用选票来决定你是否一个合适的人 那么假如说参政就可以漂白的话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选民会否定你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这种 比如说兄弟呢 他们本身有案子在身 但是他们经过了从政以后 当了立委当了这个议员以后 他们就这个案子就一直悬在那边 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 那是不是等于也就是把他们自己过去形象 整个一直是给他一个漂白的工作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比如说立法院现在没有经过立法院的 具体法院判刑的人 他就不能去执行 比如说翁大明先生 对不对 他判刑了三年多 他到新来没去坐牢啊 是不是啊 那你说翁大明先生是黑道吗 他不是黑道啊 对不对 那是个人的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他能够当权的话 当然是有他的人脉了 但是我想跟这个漂白不漂白应该是毫无关系的 是 我做过什么事情 我是怎么定位 比如说我蔡某人好了 那么我跳到黄河去洗十年 人家也认为我是四海的 人家就不会想到我曾经是 我在四海的历史就很短了一段时间 而我大部分时间在空军服务 但是人家就会想到我在四海的时间 而没想到我在空军服务的时候 是 那八郎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做兄弟没什么漂白不漂白的问题 他只要养不愧于天 忽不处于地 不需要漂白 兄弟是兄弟嘛 就像我刚刚讲 我一生做事都可以 他在阳光山来讲 我不需要漂白 而且所谓的漂白的方法很多 你去做生意 你说我跟兄弟断了 也是这种漂白方法 我所谓的参政呢 因为人都有这种企图心嘛 因为他在兄弟的时候 如果他放了很多人情出去 他有他的人脉 他的地方有他的人脉 有他的经脉 他觉得他有这个条件参选 我相信任何人有这个条件 参选都会想出来参选 只要来这个企图心 这是第一 第二因为他在兄弟的这个过程中呢 他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比方来讲 所谓的流氓管训条例 所谓的治安法 都是违宪的 那他也知道 可能呢 只有他能够进入立法院的殿堂 才可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呢 所以就这样讲呢 兄弟他来参选 他绝对的 就是跟漂白就像刚才蔡先生讲的 是两回事 我相信他希望从制度上来 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 但是我们想要请问葛先生 您跟这些 您看过这么多的兄弟 他们的参选 事实上参选对他们来讲 没有漂白的作用吗 您觉得 在我个人所了解跟接触到的 当然了 兄弟像蔡先生跟张先生这么有理念 或者说 像他们这么有深度的兄弟 实在也不太多 因为我们从 大概从好远往下走慢慢看 各县市的县市议员也好 或者乡镇代表 几乎有一半以上 都是有过去兄弟的背景也好 或者说 他们曾经是一个兄弟过 我们不敢说 所有的兄弟都是不好的 不过我们也不敢说 所有的兄弟都是好的 漂白成分绝对有 他们因为认为过去 他们也许是地方上的兄弟 他们必须怕警察来抓他们 或者说怕警察来啰嗦他们 不过有一天 他批上了一个代议会 一个名义代表身份以后 他就是在指挥警察的时候了 对 所以这个有漂白的作用在 另外一点 我想举个例子来看 我曾经跟一个县议员 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 他是长时间是 在地方上 绝对有兄弟的背景在 他进入县议会三年多 没有讲过一句话 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 麻烦你帮我写个咨询稿 我说为什么要写咨询稿 因为我说三年里面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每个人看到我就是给我鞠鬼功 大哥你好 就这样子 所以他也觉得很困扰 说我根本不要发言 他只要上面一坐 人家就过来跟他鞠鬼功 所有议员跟他就 大哥你好 就这样子 所以您刚才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说 兄弟去指挥警察 我们所知道就是 因为他当选了 这个县议会代表以后 或是各级议会代表以后 那么他就变成 可以去指挥治安机关 那他当然就 治安机关当然就不会抓他 对他的调配作用 有非常大的帮助 您觉得这一点 我想是不应该用指挥两个字 用影响 应该会有影响力 因为有很多这个警察机关 地方上的经费 是掌控在地方议会里面 所以会有这种影响性 其实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是 那么刚刚蔡先生对这个 葛先生的说法有点反对 对 我的看法也不尽量 毕竟我们是一个法制的国家 你不能说你今天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然后你就目无法制 目无法公权力 对不对 你可以胡作非为 我不相信这个社会上 有这样的事实 也可以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你今天不管是什么身份 只要你违反了法律 自然 对不对 会有人提出控诉 那么就有警察来执行公权力 我们也看到 上次不知道 好像平农县的某一位明代 这个贩毒 是不是 他也是被判刑判得很重 那么平农县另外一位议长 对不对 因为某些 杀人 这个杀人 他也是被判得很重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是一个明代 我就可以辅作非为 正好相反 今天作为一个代表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的话 他更要建立自己好的形象 他更要努力的奋发向上 来为民服务 这样子他才有机会继续在这个政治舞台上 展现他的才能 否则的话他会马上就会被淘汰 我想我刚刚蔡先生大概有误会我的意思 我是觉得不是说每一个人是经过这个过程来表白 不过这是个不真的事实 曾经有人这样子过 事实上也有人在这样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有很多兄弟他是真的是有很 很有心想为 想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 我想我们先生先贤都讲过要放下屠刀 不过如果说你放下这把是屠刀 拿了这把是武士刀的话 这意义在哪里 我也是没有说反对葛先生的意思 我认识很多民代 我不瞒各位说 他连写封信都写不出来 真的我知道根据我所了解他的教育水平 他连写一封信他写都写不出来 OK 我们有一个笑话是说 我有一次跟一个国民党高层的人 说为什么你们要提名这么多黑道 结果他怎么讲 他说我们用民主政治来提升黑道水准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休息会以后我们请林建龙 教授来为我们解析 欢迎再度回到马拉薰网现场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黑道参选是不是为了 漂白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请教林建龙教授 您觉得呢 我认为黑道分子或者是说兄弟 当然黑道里面有白的 白道里面有黑的 那么就是说江湖兄弟如果有心要漂白的话 是不是真的必须要透过参选这样的一个路 我想当然有其他的方式了 参选是其中之一 但是在台湾当然参选的人特别多 这个就当中有一些玄机嘛 那如果说用其他的方式的话 我当然我个人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 那我可以你说这个问题的话 也可以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 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的一个破败 那我记得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一个天道门的 天道门的 这个很出名的 这个太阳会前会长 这个阿谭 吴通谭先生 当然他对我来讲 他也是一个所谓的黑道里面 比较白的一种人 起码我了解他嘛 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 那么他在 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为了同样为了杀人未遂 在台北监狱里面 关在 不但是关一起 而且是私住都在一起 那么当时 我扶过杀人未遂行之后 我还要去管训 那个时候阿谭他还不用去管训 那么到了管训队去出路 我是两次 在一清之前 那已经是十七年前 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我记得在于宋 从监狱到管训队之间的路 尤其是过山路的时候 当时还要五花大榜 我讲的是事实 还要五花大榜 那么我从管训队到监狱 这样的一个来来往往的路程 背上背的包袱 都是书 都是书 那么这个吴通谭先生 也亲眼看见我 他背刀吗 在台北监狱里面 他亲眼看见我 为了读书 读到有好几次 过了拜 过了拜 奋斗在地中的记录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 以我现在的情形来讲 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在这个台湾教授协会 台湾教授协会 我当过执行委员 我当过时局因应小组的成员 跟这些有名的教授 李永志教授 林三田教授等等 我们是同一个 同一个小组的成员 那么我个人在这个 形象不错的 这种关怀生命协会 我也担任他们的咨询委员 那么在师社 在历师社 我也是一个 很满受肯定的一个师人 也是台湾笔会的会员 我在动物大学 也担任护教授 那么也教英师 讲起来是一场梦 不过这个跟黑道漂白 我的意思是这样 黑道漂白有其他的方式 不一定要借着参选 那么如果一定要参选的话 要把参选当作漂白的 另外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就不涉及漂白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真的要参选的话 必须要有那种回馈社会 有改造社会的 这样的一种决心 这样的一种动机 我想才来参选 否则的话 借着参选要逃避行责 或者说借着参选要获得好处的话 这个不只是黑道 不只是什么黑道里面的 或者是江湖兄弟值得谴责 就算是你是一个教授 你是一个这个 或者是施明德 或者是这个谢长廷 如果他抱的动机是这样子的话 都是值得谴责的嘛 我想葛书人有话要说 我觉得像林教授 跟这个张先生这种高学率高水准的兄弟实在是不多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讲说兄弟他都没有水准 或者说他曾经是兄弟现在已经是教授 对我们不敢说 不敢说这样把所有兄弟归类 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或者说他们表白方式用什么方式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你参加这个明代的选举 你可以名利双收的成分很大 因为你既然有权 你还有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对很多兄弟来说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我想像林教授 他这种兄弟实在是非常的少 当然让我们很感动也让我们很敬佩 不过拆选我们讲 您要在台北市也是准备要拆选嘛 那您是不是 您的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您的为什么您可以拆选 我先不谈我个人的参选问题 我先要谈谈兄弟参选的问题 OK 兄弟他们从小 现在的兄弟是弱势的一群 各位一定要了解 从小在这个家里面被父亲母亲责备 小时候打个橡皮筋也要挨打 结果不看到爸爸跟妈妈跟老师一起打麻将 在学校里面也要被老师打了 然后老师到家里来跟爸爸妈妈一起打麻将 是不是这样 那么被市长长辈们看不起 哎呀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一定没有出息 那么造成他心里面一种自卑感 那么当他长大成了以后 他自然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要往上走 往上走怎么办我要搓成头地 怎么搓成头地 我来选一个选一个怎么样的名义 可是不是只有参选啊 你也可以说做生意啊 你可以正当做生意 不一定要参选啊 做生意当然也是一个方向 也是一个目标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做生意毕竟你说有几个王永青啊 是不是能够名闻全国恐怕是不大好得很啊 不大容易得很啊 是不是啊 不过您这样讲是不是等于就已经承认了 葛书伦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会经过从政以后 他就会得到很多的名跟利跟全力 而是他要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证明我不是你们小时候所看的那种看不起的人 我会好好地努力来立正上游来托人头地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这是一个经验 看到林教授他本身是他虽然过去曾经被管训 但是他自己也是努力地练到这个博士这样 是不是这种管道也可以 是不是一定要从政 所以我们林教授现在就得到所有他的亲友的肯定了 是不是 那他假如再出来参选成功的话 他就更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了 那么他以前管训的时候一定有人看不起他 你看这个林教授恐怕没有熟悉得很啊 现在在做了啊在管训啊 是不是这样讲他 对不对 那么我当然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自尊心寻找回来啊 对不对 我们的自尊在哪里 那么我个人为什么要参选现在要谈到 我也认识太多的民地代表了啊 不管中央籍的啊或者地方籍的啊 那么我觉得在立法院我不知道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当在私下的时候他们跟我一起怎么样谈聊天 或者我了解他们的行为 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是圣人啊 我真的觉得我是圣人啊 我真的比他们强太多了啊 因为他们是口是心非 而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兄弟就是说 没有诚信问题 我们心口如意 说得到我们就做得出来 我们举个例子 最近这个计程车事件 对不对 我们那个首长 县人县人是不是出来摆三次啊 对不对 没有办法摆平嘛 那最后我们就跟他们讲道理 那我们讲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你们再打下去 你们没有赢家 今天你扎他三部车子 他扎你五部车子 表面上你扎他五部车子你赢了 但是你自己还是要修三部车子啊 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没有赢家都是输家 所以我们跟他讲这种道理 他们觉得相价还蛮有道理的啊 对不对 毕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那大家就和解了 谢谢 那班牙先生你觉得呢 有讲到啊 明代这个东西啊 它是一种特权 我想人人呢 因人而异 很多人利用这个明代特权呢 滥权呢 的人呢 很多都不是兄弟出身 我们必须点名了啦 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为什么今天明代这个特权 这是个制度问题 跟兄弟参不参选是两回事 利用这个特权呢 假公计算太多太多 很多可能学者出身 可能是博士出身 那我们再讲到立法院的暴力好了 谁带头打的 不是兄弟啊 带头都是博士级的啦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只有他们知道在立法院打架 稳赢不输 第一他可以出名 第二警察不敢抓他们 第三 对方不敢找他们 所以这次立法院打架 是个诺夫集团的打架 而不是兄弟在里面打架 所以今天立法院的暴力呢 跟兄弟是无关的 但发动也不是兄弟 所以呢 我不觉得呢 我们可以把兄弟的参选权 给剥夺了 他打过架 他杀过人 刑法已经判了他的刑了 他杀人 说不定是为了某种原因去杀人 说不定我今天跟你走到路上 看到人家来打你 我一气之下 说要就你拿把菜刀砍了两刀 我去坐牢了 这个事情叫把参政权给剥夺了吗 我觉得很不公平 就法院已经处罚我了 就是说我不觉得一个人混了兄弟 而需要把他的参政权剥夺 除非这个人做了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比如说叛国啦 等等啦 法有名为规定的 这可以把参政权剥夺 不然只要他有他人脉 他有他的经脉 只要老百姓肯定他 他就有参政的权利 所谓刚刚葛仙讲很多不学无数人 那不见得是兄弟 这是我们台湾的民主在发端的阶段 一定的必然的阶段 看美国英国都有这个过程 等到名字开了以后 就不可能有些不学无数人在殿堂上了 这跟兄弟参不参与是两回事 这是我的看法 不过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全台湾的这种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这种 像我想葛书林也非常了解 就是全台湾有很多这种 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地方上一个 苏拉 但是他上去了 当了议员以后当了民意代表以后 他反而事业越做越大了 反而变成是很大的这个所谓的 道上的这种大哥级的 像这种现象也会有吧 这是制度问题吗 苏拉 苏拉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代表 很难是不是这样子 苏拉他不可能成为代表 成为一个民意代表 有可能这是一个制度问题 我想这个黑道参政 是不是漂白的问题 我想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 强调的那句话 你今天如果说是兄弟出来参政的话 他往往他必须要打出这个回头浪子牌 弄得非常累 比起那些弟兄 不是兄弟而是弟兄 自认为白道的那些人 他就不必讲这些东西 他就像白狼在讲的 他就有金脉 有人脉 他就可以参选 而且可以当选 那么事实上 参选的条件不只是有金脉 有人脉 像我的话 我没有金脉 也没有人脉 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但是老百姓的眼睛是血亮的 像回答蔡先生刚刚讲的那个话 而且我自己也强调 台湾已经是一个半民主的一个社会 起码有一半的人口 他会花回他的智慧 那么这就提供了 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兄弟 是黑的是白的 是江湖的或江湖外的都一样 只要你刚刚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标准 你有那个回归社会 有那个改造社会的一个决心 而且你具有那样的一个能力 具有这一个所谓的 你如果是一个黑道一个兄弟的话 你有一个能够为人所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 回归社会的一个事实 或者一个具体的一个 要改造社会的一个 可以被人家认定的一个决心 有这样的一个奋斗的过程的话 我想什么道都是一样 不过我们看了就是说不管是立法院 或是地方议会 事实上有很多这种兄弟参选以后 有一些真的是恶行恶状 这些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会儿 我们要来咨询各位 大家好 欢迎再度回到马拉新闻网现场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 这个兄弟参政以后了 有许多恶行恶状 那么我想这一方面呢 这个葛素人应该是非常了解 我们先去葛先生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这个黑道的这种 一些在地方 或者是在中央的一些恶行恶状 你了解 其实所谓的恶行恶状 在我没有目击到之前 我不敢随便乱说 不过我们从很多 这个我们地方记者传回来消息 比如说我们举 刚刚我们一直在举 这个郑太极郑议长的例子 郑议长他曾经把很多记者 把很多我们新闻同业 或者说很多警察 叫到他的议长室里面 质询他说 你为什么要写我这个 如果你回答不出来 就一个耳光 你为什么要写 你回答出再一个耳光 把警察叫到前面来 你为什么要怎么样 我的小孩你为什么要那个 就一脚 他不就一拳就过去了 像这种 我们也是听来的 我们没有目睹到 但是我们不能去 是我们所了解的 比如像立法院的那种 鸿门青帮这样子 就是直接进到立法院里面去 像这种现象 还有甚至我们所知道 就是地方上有这个派系 为了没有办法摆平派系 所以把黑道引进来 因为这种现象 您所知道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黑金 黑金文化是不是现在才有 在台湾的文化里面 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概在三四十年前 我想黑金文化就已经找到挂钩 不过它那时候是在比较底层 现在是浮到比较上面来而已 所以大家慢慢会比较重视 因为他们过去也许都是在地方的民意机构里面 现在他们浮到中央来 大家觉得说 哇 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多黑道 我觉得如果说您刚才讲 如果是以斯台生或者你们一两个委员的话 他们整体上来说 他们在立法院的表现 并不是说完全是抹杀掉的 而且你也不能说 因为他们曾经在立法院打过架 我想在立法院打架的 国民党级立委跟民进党级立委 应该比他们两个立委还要来得多吧 但是现在我们就说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有这些不要管中央 但是地方上事实上有这些事情 您有认为说黑金这个是早就有挂钩 那么您认为黑道是不是可以参选 或者是黑道呢 它有没有必要限制这个黑道整个的参选 我觉得在限制方面来说 选举就是属人头 应该是由民众 由人民来淘汰他们 这个应该是比较公平的 我不知道黑道的定义在哪里 你要怎么样定义它 是不是警察机关公布一个 所以大概一公布出来 大概台湾要公布个200个黑道 或者公布个200万个黑道 或者说300万个黑道 或者说500万个黑道 因为你现在你要先把黑道的定义给厘清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立法院有一个条款的限制 就是曾经换过一些什么杀人罪什么等等 这些案子不能参选 像这种限制条款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落日条款 因为像这种条款对真正的黑道 我们应该这么说 有很多躲在幕后的大哥 或者说一些幕后的胸 一些黑手 那些人你永远抓不到他把柄的时候 他如果要参选 而且他是稳当选的 你要不要让他参选 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大一点 因为有很多真的是躲在幕后的 一些教父级的 在台面上也许我们不知道他 可是他是在整个指挥 整个地方脚头 或者说一些犯罪 一些犯罪的团体 他们真正在犯罪的是这个人 那你要怎么限制他 是 那蔡先生您觉得呢 我觉得宪法有事于每一个人参选 和被选举的权利 那么宪法也没有规定 有这个次度公权 次度公权的话就失去这个公民权了 当然他就没有选举各位的投票权 被选举权 那么假如定这个什么权利不权利的话 条例的话是不是跟我们的宪法有抵触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请大法官来实现一下 另外第二点就是刚刚我们葛先生讲的 一个人他是不是黑道 应该由大家人口来决定 选民们大家来决定 这个人他是否有资格作为他们选民的代表 所以你不认为说立法院应该要立法来限制他的残选 我们现在都知道立法院是怎么样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强势作为的一个机构 他所能够通过的条例 并不代表所有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个条例 有的时候是强势通过的 这个强势通过是不是真正的民意 那我们要再斟酌一下了 是 谢谢 那白浪先生觉得 对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不认为说一个人做过兄弟的话 他的那个参政权就必须被剥夺 除非他犯了些什么重大的 比如说叛乱等等 我们可以列举出来 拿几种罪不名誉的罪 比如说恶性诈欺 这种人你可以认为他不适合参选 而他跟他做不做兄弟是两回事 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几件重要的案子 比方来讲说叛乱 比如说勾结外国等等 这种人可能他就失去公信力了 可能我们可以列举这些来 限制人于参政的权利 而不认为一个人当过兄弟 而必须被限制 就像我刚刚讲过 兄弟本身说不定很好历练 因为他必须怎么样 在里面学跟人家相处 怎么样做事合乎意 因为在里面面一个法律的规范之下 完全用一个意来规范 之间的行为 然后领导统一 你怎么样有包容心等等 都是一个做领袖 必须一个条件 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去限制他 至于所谓很多 就像讲了可能水准比较低的人会当选的话 那是一个我们民主政治必须付的代价 我们是初步的阶段 英国美国都经过几百年的历练 所以只要我们明治开了以后 那些问题自然会淘汰了 就还是回到讲了 让选民来决定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 还是要请教张先生 因为你常常在国外 就像哥伦比亚这种 他那种黑手党 黑道已经参政得非常严重 造成整个国家 比如像司法官的被杀害等等 像这样子的情况 会不会发生在台湾这种地方呢 如果我们不去限制黑道参选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 基本上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因为台湾所有的兄弟 帮派 他们最反对的就是这个毒品 最反对的就是毒品 那么毒品是一个 是暴力的一个行业 哥伦比亚他能够 那个毒销能够那么猖獗 也就是他们从这个毒品上面 得到这个 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这种金钱 然后用这种金钱来买通政客 怎么样 来买通杀手 那在我们这里 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说 前几天我们从报上可以看到 问题在基本上在台湾不可能发生 因为台湾所有的兄弟 帮派 他们最反对的就是这个毒品 最反对的就是毒品 那么毒品是一个 是暴力的一个行业 哥伦比亚他能够 那个毒销能够那么猖獗 就是他们从这个毒品上面 得到这个 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这种金钱 然后用这种金钱来买通政客 怎么样 来买通杀手 那在我们这里 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说 前几天我们从报上可以看到 连安非他们都买不到了 有人为了这个捷影 打那个麻黄素 就打得死掉了 所以我们戒毒应该是蛮成功的 白鸽你觉得呢 我想这个文化不一样 因为拉丽美洲国家了 他们哥伦比亚经济已经完全破产了 这个毒品呢 是他们 平常讲是他们经济的主卖 他们全国一般人口呢 都跟这个 Cocaine有关系 所以呢 它已经不是变成黑道 变成利益团体了 所以它的影响相当大 那我想我们台湾那个经济结构呢 不可能 目前是不可能走向那样 了不起会走向日本这样子 日本这样子 但是它还是在底层就行 在后面控制就对了 没有就讲民主政治就是 谁有人脉谁有经脉 谁就可以参政 谁有参政的机会 那这牵涉一个问题 对不起我打个茶 就是说因为东方社会呢 他们兄弟之间比较讲伦理 所以他们有股凝聚力 所以它可以在正常发挥影响力 美国呢 欧洲移民的子弟可以 二十四季出席爱尔兰移民的子弟 意大利移民子弟 有发挥过作用 那美国因为缺乏东方这个文化了 他们现在的所谓的兄弟呢 就是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在正常上发生不了作用 可是他们反映呢 把那个都市呢变成都市丛林 就是说我们要学哪一条路 这个兄弟必须一定会存在 你让他用美国方式存在 造成都市丛林呢 还是让他用日本模式存在 虽然会影响到政治 可是最起码给了一个安定的日本社会 是 林教授 我认为根本没有法 也无法立法 来限制所谓的这个黑道 或者是兄弟来参政 为什么 你说我今天实际投入这个 基隆市 它是一个大选区嘛 立法委员的选举 那么我这三个月跑下来的话 我相当的清楚 而且过去我也介入了很多的 政治的选举的活动 去帮人家助选助讲等等的事情 那么我发现 所谓的黑道 所谓的兄弟啊 如果他在人民的印象中 会做出类似 这个开枪或者是 这个压人或种种其他事情 你追根究底到最后 你发现真正幕后熟死的集团 往往是什么 不是黑道的 是白道的 尤其是各县市的县市长 这一级的人物啊 最喜欢利用黑道人物 那么